其实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喜欢讨论性的人 是吗 对我就很爱讲说我想要跟谁做什么东西之类的 其实你也发现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环境 其实很少人会愿意去谈这件事情吗 我反而觉得大家都敢谈 但是他们都不敢在大众面前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文化的一个腼腆吧 就是有一种害羞 但其实大家都可能都爱做这件事情 但就不知道为什么不敢讨论 所以我觉得我在我音乐会放这件事情 也是因为我想说大家就是开放一点 而且私底下就是大坦特坦 对啊 所以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是这个样子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东方文化 我觉得他不是只是在讲sex还是什么之类的 其实这是一个文化特色 我觉得这不见得是个坏事 只是说可能因为我刚好在做R&B音乐 什么hip hop音乐 所以他们会比较真实 比较 直接 那像你听美国的歌像什么 Justin Bieber 先不要讲真的在玩R&B的人 讲你现在平常radio 像Yummy Bieber的那个 Yeah you got that young 是也在讲sex啊 你很Yummy 你很好吃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平常在听的 大家在听的也都是在讲sex 那其实我觉得在中文啊 不然是华语音乐里面 好像也可以去聊聊看这件事情 不见得只是失恋了或者是我又fall in love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种love right 对就让歌更丰富的意思 对对对对 可是我是觉得其实台北很开放了呢 因为在路上都会看到 对吧对啊 对啊 可是为什么在歌里面就没有 对啊 就是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讨论性这件事情呢 健康的态度 性明明就很好笑啊 怎么健康的去聊呢 对啊 我的开放态度就是说你要去搞笑他 你要去北栏他 你想要去什么态度去讲sex都可以 反正你不要误导大家做一些什么 什么不安全的什么事情 我觉得只要在合理范围内 你就可以把sex跟你讨论 哪一个男朋友怎样 哪一个女朋友怎样 大家会加长变范讨论事情 我觉得sex你如果反而去这么开放的去讨论他 反而会让他更 更变成常态嘛 对对对更常态 可是如果性变成常态的话也蛮好奇的 比方说你刚刚去哪了 我刚刚打手枪这样 是这样子吗 就是我会跟我朋友就是 我刚才对了我刚才打好枪 真的吗 是会当开玩笑 我有画面了 这种事情你很直接去跟 可能不会跟女生讲吧 女生还是要保持一个神秘感 这种浪漫的感觉 但跟兄弟平常好像 我相信在电视机前面的 大家每个人也都这样讲到对啊我刚去 没有啊女生他们有性也 对对吧 不保守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性的框架在里面吗 你还是会觉得 讨论性的话就是跟哥们讨论 对对对对对 OK我们现在讨论到已经是比较是说吸引力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对你喜欢的就是不管是你还是想要在你想要有信息引力的对象保持一点某种程度上的神秘感 所以那个神秘感那种你不想要讨论的唯一那个腼腆只有在你想要做爱的对象才会有一种保持一种like yeah 那个神秘感对吧 现在很多关系有很多种嘛 爱没有性或者性没有爱 或者爱一定要跟性绑在一起 对你而言 这两个东西已经要绑在一起吗 还是它是不一样 它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跟你的像比如说我觉得男生可能通常会比较容易 我不想要统计说男生都这样女生都这样也有女生会这样也有男生会 但我觉得整体上男生比较不容易去在sex的时候走心 真的假的 我觉得就是好像至少我觉得有些时候很多时候男生会比较把它当做是一个发泄 因为男生对自己这个发泄的需求量可能比女生高一点 也就是因为这个基因的思维会让我们就是想要去有办法去分开说 我现在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对你有这样的视觉的吸引力 这会帮助我express 但是这不代表我爱上你了 但是我也觉得终究跟当你比如说我有女朋友 然后我们在做爱的时候 这个experience会完完全全超越那种没有爱的sex 真的假的有差吗 有差 因为你会放感情进去 然后你放感情进去 你那个灵魂上的交织会更紧密一点 对我来讲 making love 跟sex 还是有很直觉上的差别 我承认我没有谈恋爱然后也没有做过sex 所以其实我对爱情已经没有想象了 对我只是对那个sex有想象 所以我就想要去日本的face的店 你平常发泄的是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每天早上 OK 所以我今天问出了一个数 现在大家知道他每天早上起来 就来之前就一定要看一下那个 因为我本人很爱看A片 是 对是一个兴趣之类的 所以我现在已经有一点打破我的想象说 纯粹的心爱他 他不好玩吗 你每天早上 这变成一个精神上的习惯嘛 对不对 你感觉好像那是有点像抽烟一样 早上喝杯咖啡 早上做解决一下这件事情嘛 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 routine上的习惯 你不抽 你不刷牙 你不反而是有点奇怪了嘛 会不会久而久之 对于这件事情的兴奋度变少 就你会解决完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OK结束了 然后走 然后去做别的事情 对吧 会吗 还是你会 还是你会看完那个A片 然后结束之后 你会觉得说 哇 就感觉我现在好幸福 我看完一个A片 对我就会觉得 那个男人就好帅 你是解决完之后 还可以继续这样去 对因为我就是可能 因为是他的粉丝还是什么 就很像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到底 所谓的 有 爱情成分的心爱他 到底 因为爱情他都要培养 你知道吗 对对 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培养 就直接直接来吧之类的 你就算是在同一部电影 但你感受到的是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Sex感觉对我来讲是一样的事情 你可以很直觉 就很本能性的去感受他 他终究有发泄到 他也有最基本的Entertainment在里面 他最基本的Entertainment就在那里 他还是快乐的 但是当你加了爱情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加分的因素进去之后 那个感觉是直接更上一层楼的 期待喔 来要不要跟我谈恋爱 快速的谈快速的做爱好不好 在某一些层面上我们在讨论性爱啊 常常会衍生出一些有的没的问题 比如说性骚扰之类的 我们要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终究社会会有一个价值观 你不能因为一个个人的尺度去 因为终究这个社会在运作 它必须要有最基本的规则 就是不能因为我的价值观跟大家不一样 所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嘛 对吧 其实性骚扰这件事情是一个 社会定的一个价值观的规则 那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去遵守 其实我也蛮好奇 那对于你个人的解读的话 你会怎么解读性骚扰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东西嘛 就是很主观 对很主观 然后就是是我个人的感受 你跟我讲 跟另外一个人讲的同一句话 可是带来的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就是到底性骚扰 我们要怎么去谈它 那就要看那个人 与另外一个人来回的那个互动 当下这个人要懂得去判断 因为调情跟性骚扰 可能有些内容是 你表达方式是重叠的嘛 可能在试水文的时候 你讲的一定有东西 它给你反应是 没有打算要回来 然后又有一种说 OK好 那我们来了解别的话题 然后你无限的一直去 你是怎样 哇你今天穿很骚 什么这些 这些话如果你很明显的 看到那个女生的反应 一点一点觉得不太对劲的话 那个就开始越来越往性骚扰了 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你才丢一点点 他马上就会说 我跟你讲你今天超帅的 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 你这样也很可爱 你会发现有一个这样来回的话 就是对道的频道 对我觉得终究是那个频率 会决定这件事情是不是性骚扰 所以就要看对方的态度 对不对 而不是我们主观的觉得 我们有性骚扰 对对对 骚扰到别人就是性骚扰 我觉得很直觉上的 你不能去讲做的事情 是肢体上跟可能是传一些照片 那对我来讲直接性的骚扰 所以你有收到过这种照片 有啊一定有啊 男生最多还是女生 女生 所以当你得知你是某一群人的 敬爱的想象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还好 没有特别会去 不会特别觉得说 Oh my god I'm so sexy 然后我就觉得超爽啊 我知道了 其实也关系到那个人 我有没有兴趣 真的吗 你看吧 对 所以这也很主观 这也就是频率嘛 就是如果其实我对你 没有可能这一个人 本来没有什么兴趣 然后你突然跟我讲说 我晚上都想着你 幻想你 我会有一种 哦 谢谢 但是如果是我真的觉得 我心里觉得 Oh my god 你怎么 你真的很性感 结果他突然讲 这一句话跟我讲说 Oh my 你是我的性化人 然后像我说 Oh你也是耶 然后那就会演变到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那个感受是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有被当成 是你的想象过 很妙 大部分时间绝对是开心的 我必须说 不管是谁 频率有没有推到 当然啦 大部分你一定是开心的 一方面好像跟我做的音乐也有关系 代表我的音乐好像也有传达到这个意念 因为其实说实在 在媒体里面 我并不是每天在穿 几乎没有那种什么露肌肉啊 什么照片 或者是我特别做一些sexy的 什么拍什么照片 所以我的所有那些形象 全部来自于我的音乐 所以如果我的音乐 让你有性幻想 让我变成你性幻想的对象的话 间接的是在说我的音乐成功了 所以性感这件事情不只是身材 对不对 绝对不是 我觉得性感全部百分之二十三十才来自于身材 包括女生 就是一个女生的骚跟她的性感 绝对不是我在我的社群媒体上 发了多性感的比基尼照片 所以你要怎么去拿捏挑逗 你要怎么在你的话语之间去抓 拿捏那个掠实感 那才是那个性感 还有她的眼神 她的气质 她的谈吐 她的深度 她的 我觉得那个才是性感 什么样的一个性感会吸引到你呢 深度 你是说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 标题已经找到了 你喜欢有深度的人 对不对 就是 像你这张专辑的一首歌 POINT03 对不对 这样开始是来自于你的真实的体验吗 对 0.03 跟传教士都是做完爱跟想要做在这个状态的精神 horny的状态下写出来的词 写出来旋律跟编出来的词 就改吗 一定会啊 因为终究4X这件事情也有 那个entertainment的部分在于你如何去玩这个 来回的这个挑逗 当然最性感最好玩的那个方式一定是如何去让对方达到高潮 在这个来与回中间 它是有点像比赛一样 我比赛看谁先达到那个 像比如说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说 呃 当你是别人性幻想的 对 要你会不会开心 一定会吧 对 那如果你在让对方舒服跟让对方高潮下 是不是间接上在说我让这个人高潮吗 那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那技术还有就是他在幻想你的他 不管是技术还是什么 原来自于你 你是他的性幻想 你是他的高潮的原因 你得到的都是那个 归于你这件事情 那归于你这件事情就是让你开心 会让你甚至让你兴奋 我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基石 pedestal》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影片的人 可以去理解一下我的音乐 然后你如果想要真的了解一些 比较深度的东西 我网路上也有一些更 直接在讲音乐性的报道 那些东西你可以去看那些就好了 但总之重点就是你没有去听我的音乐 听我的音乐听我的音乐就好了 谢谢